好 我们上节课呢 学习了一下 试图这个概念 是吧 Laral下的试图 那一说到试图呢 其实我们马上就要 就要用到摩托引擎 是吧 因为如有试图 它就意味着要输出内容 输出内容 而内容又是千变万化的 是吧 那必须得有个什么东西 把这个工作量给简化一下 那么 摩托引擎就因应而生了 那在Laral框架下 它有默认引擎 默认引擎它就是 Blade 它就叫Blade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看的 就是这个 怎么用这个Blade的摩托引擎 那有个同学说 那PHP原生的这个PHP代码 也可以输出一些内容 为什么要用Blade PHP原生的代码 用在试图模板里 它就给人感觉比较臃肿 是吧 但是用Blade的这种摩托引擎的话呢 它就会让语法看起来简化很多 而且工作量也会小很多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看它怎么 它怎么就好用了 是吧 为什么就那么好用呢 这个文件 大家都很熟悉了吧 到今天为止 这个文件是 我们的路由文件 是吧 Route 那这里只有一个规则 也就是首页 是吧 我们再写一个规则 然后 说 git 是吧 git 比如说 home 是吧 比如说就 home吧 首页 是吧 我们就不用控制器了 是吧 不用控制器 就蓝一点 反正现在用控制器的话 其实也体现不出控制器的作用 我们就直接写在这个函数里头 是吧 测试起来更方便 返回returnview view 然后是这个view的名字 view什么 home 是吧 返回viewhome 必须得有一个view叫home 是吧 注意 那这个view 其实它是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它就 它其实就等于view 然后 等于make viewmake 然后 它只不过是一个 它是一个简化了的函数 是吧 方便我们大家工作的一个函数 因为这个比较常用 所以它就作为一个函数简化 所以 这就 叫home 这样看起来 会简化很多 是吧 是让大家要清楚 那个是view类下的一个make方法 里传的一个home参数 然后 我们这里说 只要 用户 出入home 那咱们就返回这个view home 是吧 返回home 那现在咱们有没有这个view呢 咱们根本就没有这个view 是吧 咱们只有一个welcomeview 还是 这个laravel 它默认的一个 是吧 自带的一个 好 我们现在 新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 home 是吧 home 点 blade 注意 必须得有blade 是吧 必须有一个 后缀blade 点php 那blade 这个摩托引擎材刃 是吧 他说 我看一下 有没有后缀有blade 点php的 如果有 我就解析 如果没有 我就不解析 是吧 所以说 这个后缀是必须的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给个h1吧 给h1 hello hello 是吧 h1试一下 home 他说hello 没错 是吧 这也是工作的 那 如果 我们给他传一个参数 说是hello name等于什么呢 name等于 比如说 比如说 他有一个姓名 是吧 给一个姓名 那后头 给传个姓名 是吧 把这个 给他传进去 那我们 在 在视图里头 我们在视图里头 我们说 给一个php环境 php 是吧 然后再 关闭标签 我们说 echo echo什么呢 echo name 是吧 他说hello 王花花 我们可以把这个删掉 是吧 改成豆花也行 他说hello 王花花 没有错 那这个name 如果我们name改成别的 比如说王花 那他 他就是王 王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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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问题 是吧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个语法 好像给人感觉 有没有更简单一点呢 每次都这么敲 是吧 多累啊 然后还有这个echo 什么的 不好 是吧 感觉 这些东西是一直在重复 一直在重复 多烦人呢 千括号 里边放一个echo 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效果 是吧 最后出来的是一个效果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还是王花 没有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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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如果我们这个删掉 他自然是什么都没有 是吧 放回去 王花 没有问题 是吧 那大家会发现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语法就简洁很多 简洁很多 我们说 我们说 name等于王花 我们要不就直接这样 这样吧 就是给个 data data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数组 是吧 等于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 我们说 这个 这个数组 name 它就等于 王花花 是吧 然后他的年龄 age 比如说 等于 25吧 随便 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 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数组 传进去了 是吧 data data给它传进去 然后其实 效果是一样 是吧 那好 他年龄 现在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说 我们这里给一个p标签 我们说 你今年 碎了 是吧 感叹号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王花花 你今年25岁了 是吧 他就会给 他 如果你改变这个值 他自然也就会跟着去改变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样的语法 就会简 简洁很多 是吧 简洁很多 就不再是 这里给个php标签 然后问号 php 然后的有个问号 然后有个监口号 中间一个 echo 感觉好心累的 是吧 好 那如果让我们来判断 如果这个性能 他不存在 他唯空 怎么办 如果唯空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 默认值 得有一个默认值放在那 你不能一个哈喽 一个逗号 多难受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php来判断 是吧 判断 他是不是有这个 我们可以复制一行 是吧 分别看一下这个语法 比如说 这个不叫王八卦了 这叫闹 是吧 就是空 什么都没有 就是空 好 我们说 如果用php来判断的话 那就变成了 坚固号 然后问号 问号 php 然后问号 监口号 是吧 然后这里就是echo echo什么呢 意思 如果不唯空 是吧 那我们不用意思一句了 直接就empty 是吧 如果不唯空 什么不唯空呢 姓名不唯空 是吧 name不唯空 那么你就echo这个name 是吧 如果不唯空 那当然echo name了 是吧 如果唯空 你就echo 我无名大侠 是吧 无名大侠 那我们叫他无名大侠 好 我们看一下上到这个语法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公布工作 是吧 试试看 刷新 你看第二行是我们用php 解析的这个 Hello 无名大侠 是吧 Hello 我们看第一个 如果我们用blade 来解析 来做这种判断 要怎么判断呢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这样说 说 or 无名大侠 你看多简洁 name 或者是无名大侠 有name 就echo name 没有name 无名大侠 对吧 好 看一下 你看他俩完成了同样的工作 最后达到的是一个效果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语法 一个多清楚 一个一看 就让人感觉这是 这是给人看的 第二个呢 就辛苦多了 给人感觉就是要 如果不为空 你还要去这样 去解析 去想 去分析 是吧 这个阅读成本就很高 那这些地方都一样 如果说over 那你这里可以用over 是吧 或者什么什么 对吧 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今年多少岁了 是吧 over 是吧 零 是吧 都可以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你看 拉拉你今年25岁 是吧 因为我这里改成 其实还应该是无名大侠 是吧 还好 还是我们大家比较好 是吧 这样就一致了 好 我们可以先把这些东西删掉 这东西 我们就做个 类似于测试一样 如果我们在前头 加一个 这个art符号 在中间敲一点东西 来看一下 会是什么结果呢 它就直接返回 这一个字符串 连大括号都返回了 是吧 所以说 如果你在前头 加了一个art符号 那它是默认不解析任何东西的 它是把这个当作一串字符长量来输出的 它不会去解析里边的内容 是吧 好 那有时候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想让这个blade来解析其中的 比如说就是一个 当然这种方法真的不好 不建议大家 大家这么用 说script 是吧 script 它里边有一个 标script标签 你比如说很简单就alert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是吧 alert 比如说alert 比如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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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累的 你好不累 你好不累 你刷新一下 我会发现 你看 它直接把这一段 把这段代码 加载了 对吧 那么真的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比较危险 是吧 如果说某个用户比较调皮 他的数据库里存了一段 js 然后你最后把这段js解析了 那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吧 在你的网站上解析之后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就仅仅是个玩笑 也许后果很严重 是吧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这样的语法 如果说我们想完全转译一段字符 一段html的话 那可以 比如说你就可以转换html html 好 我们可以转移这个html 里边 比如说 有个什么东西 拉拉 随便写点东西 好 刷新 你会发现 它输出的 就直接是这个html字符串 而且我们如果看原代码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里 它已经被转换成html实体了 是吧 发现了 它已经被转换成这种html实体 所以 那如果我们想彻底的去把所有的敏感的一些字符全部转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种语法形式 是吧 三个大括号 triple 三个大括号 在blade中 你不但可以写一个变量 是吧 比如说age 是吧 age 那它肯定 对不对 它肯定是输出了这样一个年龄 是吧 如果存在的话 它马上会输出这个 就等于acro 那当然 你可以写一个csr 你可以输出一些函数 这个函数 如果它返回的是一个一个字符串 有没有任何问题 是吧 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跨站保护的一个token 是吧 也就是说 它这里只要一个东西 不管它是 变量也罢 还是长量也罢 只要它返回的是一个可以被显示的东西 是吧 就是整形也好 字符串也好 符点数也好 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被显示的东西 那都没有问题 是吧 好 那这节课我们其实主要的就讲的是 Lyra的基本用法 还有一个它的输出 是吧 它到底是怎么输出的 是吧 那其实它的基本语法也就这么多 没有 没有更多的一些语法 是吧 下节课我们继续 来了解 Blaid的一些其他的特性 好 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